欢迎各位听众朋友 又回到我们台南听听看的节目 我是主持人王美霞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我们北部地区的频道是 FM90.1台北健康 苗栗地区FM98.3大苗栗广播 中部地区FM92.9城市广播 台南地区FM97.1台南之音 台南听听看总共60集 我们将一个城市台南尾出发 将台南的文学美学建筑环境地景 以及许多怀抱着爱与梦想 在这边竹梦踏实故事分享给各位 今天是我们建筑的第一个单元 我们请到的是生产力建设董事长 他将与我们谈一谈 他来台南起家 然后在起家的建筑中 他的建筑理念是什么 董事长我们刚刚听到您 有这个谈到在台南 您对台南热爱 最后你把这份信念放在台南 我们也跟听众朋友分享了说 您来到台南这两三年里头 其实你用了很多的植栽 然后呢 这个为气候的缩时摄影 去了解一下环境地景 我觉得这在我们许许多多的建筑里头 这算是一个很用心 去经营一个建筑的一个做法 所以可见董事长您一定有很多的建筑理念 可不可以请您跟我们分享一下 您其中的一项的建筑理念 然后呢 让我们了解一下建筑与人的关系 好 那个林以堂曾经讲过这样的一句话 好的建筑是 人自身其中 却不知自然在这里中了 艺术在这里开始 也就是说人在好的建筑里头 你会发现自然而然的 这个世界的一项在这里 它自然跟我们的建筑已经融合消化了 是 所以你不会感受到原来自然的东西 比如说风 直接吹进来的风 但是经过我们的建筑 它吹进来的风是 让你可以感受到 对的舒服的了解 还有那光 因为经过你的设计 它光可能不会有热 因为我们阳台很深 它产生阴影 所以进来的光 只有光没有热 就是你可以欣赏它的光 但是它不会产生一种燥热的感觉 那就必须要有一个 又很精算的程度 去对这个建筑物的阳台有多深 它的遮蔽有多少 去做一个精算 才能达到这种美好而舒适的感觉 对对对 那为什么艺术在这里开始 其实因为有光 有树 它可能产生树影 或是有水 它会有倒影 所以它就变成一幅很美的画面 也就是说 你会在你的这样的一个建筑空间里头 使使你睁开眼睛 享受都是美景 因为专业人士帮你设计过了 他就是用最好的一个建筑的 他的一个设计的空间 让你享受到这个美景的可能就对了 对对对 我觉得他这句话 那个意境很高 所以很喜欢这句话 你把它当作你的氛围归女 去建筑你的东西就对了 其实我就发现在这样的情况下 住进里面的祝福应该是很幸福 可是我们在前一阵子我们有看到 您的那个工地里头 其实呢 这个做了一个很特别的 因为有一天我打开那个金艺术 才发现 哇嘞真的 这才得了公共建筑围离奖是不是 这个是怎么来 您会想到有这个念头 在公共建筑的围离上 让它产生艺术化的可能呢 因为一般工地都会 在建筑的过程中都会影响到灵机 或者影响到这个沾光 对至少看起来就不舒服 对对对对对 那也就是一个视野障碍 那我想说一定要把它装饰一下 是好那装饰一下 应该用什么材料 是因为有时候有的装饰过度的时候 拆掉那很浪费嘛 对 那我们想说我这个装饰 希望能够将来很再回收的 环保一下这样 对对或是用将来要丢掉的东西 拿来做 也就是废弃物的再利用 对对对对 那有一天我到和平房子去参观的时候 就我们台南的其实很好影响企业 对对对对 它有一个很有名那个 湿木鱼的胶原蛋白的那个衬衫 哇好多我们的正经 ον家的药人都喜欢穿那一件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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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我因为參观的时候看到 欸他有一堆那个砂线 怎么堆在那里 我不知道你们这个是要丢掉的吗 哦是纺织用 剩下来剩下来的砂线 对对对 那说你如果要的话可以给你 那我好像 rod habakkuk 那我说好我要 找到你要的材料了 那我当时看到那个东西我想说 我就知道要怎么应用这个东西 那我就把这个砂线 拿来做围里的一个装饰材料 就把它变成围里的围起来 可是砂线怎么变成一个围里呢 因为我们还是用这个支架 把这个砂线就像 那千千万万条砂线 对我们后来又一个方法 那我们公司全体动眼 然后也用那个方法也很快 就把这个围里的那个砂线都 架起来这一整片 我看有100多公尺 有有有有两边这样 对两边都是 没有错 而且我觉得它很美 是因为你用的砂线 所以风一吹过来的时候发现 你整个围里会在击彩的那种砂线 不然不然那种飘动 很漂亮 对对对对 而且上面还写了一句话 那句话就是董事长您提的吗 没有没有 我亲别写老师提的 台南最漂亮的 这个就会让你念念看 我们台南就相信 人活在这个好的环境中 就像季节的话会开放 所以又有台南最漂亮也会 那可是我发现上面有几只很漂亮的蝴蝶 没有错 我们请那个小孟老师 苏小孟 台南的很有名的艺术家 对对对对 因为它这个蝴蝶是 它是用钢材料做的 那我当时跟他谈的时候 我是说我这个不是用一次就要丢掉了 我以后这个用完的时候 我让这些蝴蝶挥到建筑物上面去 将来建筑物的在施工过程中有一些围离 这个黄尘的蝴蝶 那我们就可以回到这个蝴蝶上面去 我让它飞上 比如说三楼啊 六楼啊 十五楼啊 之类 所以让你蝴蝶一直往上 就远远就可以看得到 远远看到 我看它蛮巨大的 总会有好 有上百只蝴蝶 就在那边 然后就飞上去 之后成为一个很漂亮的蝴蝶 而且蝴蝶上面它还有彩色 所以我感觉就是 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建筑艺术 一个地景 很多人骑车骑到他们转角 就停下来然后拍照 而且他们喜欢站在哪里拍照 就像大人最漂亮的 他就站在那边 大人最漂亮的蝴蝶 感觉是真的很不错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变成 好像你在做一个建筑 这个过程中 维里没有产生视觉的障碍 而且维里也产生很好的美感 让大家所喜欢 难怪他会得那个公共艺术奖 因为我觉得 城市如果假设 我们在每一个街景中的转角 都能够看到一个 这么美好的东西的艺术 其实真的很不错 那也许特别重要的是 当我们看到蝴蝶 看到花 真的印证人家讲了一句话 我们讲说 花本身 今天花质芬芳 花质也是很芬芳的 蝶自来 蝴蝶就会来 我想这也大概是一个 做企业很重要的精神 企业的精神就是说 如果今天 我们把自己该做的做好 然后我们就会发现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 好的赞美 跟许多肯定自然就会来 我说一下 用这样的方式 其实也蛮稳候 我们台南的精神 这样跟台南的精神 相应的起家 真的是很有意思 我想请董事长 您也在这样的一个 谈的过程中 来跟我们聊了很多 您对台南的喜爱 跟你在环境地景上的用心 那我想在最后 是不是董事长 您可以给我们一句话 来去谈一谈 如果假设以您的建筑专业 那看了这么多的 我觉得我想你应该 走遍了四海五家很多地方 终究你去选择台南 一定是要对台南 此称有爱 那在这爱的过程中 你很想跟我们分享的 一句话是什么 就有两个字的 还有比较多字的 那两个字是珍惜 珍惜 就是我们常常忘掉 我们拥有的 对 有时候我们住到一个地方 也忘掉这个地方的特色 所以我要珍惜 我这个意义很深 因为我觉得 好像几次跟董事长聊到 也提到说 他觉得台南人就是无限资产 那这些资产 在我们的生活中 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宝贝 我觉得台南是幸运的 因为很多人 他们会非常关心 而且过度热衷的 当着志工去维护我们自己 其实很好的东西 所以我想这份真学习 也是跟董事长 在这里起家是相应的 对 然后还有就是 不修道 已经在修道中的境界 哇 这个非常禅礼 董事长您可以诠释一下吗 其实我们随手都可以做善事 对 随手都可以做环保 了解 所以不一定要修道 其实你已经在修道中 你做了就是在修道中 了解 所以其实我们中文常讲说 立地成佛 很多人讲它是个转变 其实不是 那个立地是个片刻 The moment 我想在这个片刻里头 其实只要心中有散念 然后我们可以依照这个散念 去做一件善事 因为那样善事 我们就可以组成一个 其实很美好的城墙 我一直觉得在 今天跟董事长谈的过程中 有一个很好的心得就是 其实我们很少去注意到 我们自己的房子建在什么地方 对 那透过您今天讲说的 缩时摄影 透过您今天提到说 您可以去注意到环境地景 也让我们真的要回去看一看 我们的房子四周到底有什么 我记得圣秀卫里 他曾经在小王子中提到说 很少去注意到说 你们可能家的门口有蝴蝶 然后树上的风吹过来 然后呢 你可能住在你家的门口去乘凉 那这日子离我们是非常遥远 借着您今天在台南起家的这个观察 我们很感谢董事长告诉我们 回家看看你们的门口吧 是不是像小说一样 我家门前有销盒 后面有山坡 山山水水 应该都是自己可以创造的 好 那也就是我们讲的当下的修道了 谢谢我们董事长 好 谢谢 好 谢谢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呢 假设您有兴趣 可以上城市广播网来查询 或者下载台南听听看的APP 也更了解我们的节目 同时想重新的朋友 也欢迎您上YouTube来查询 今天我们的节目内容 谢谢各位 我们收听我们今天的台南听听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